觀眾朋友 拍照片 rade 他不是 她是 她是 還是 謝謝 謝謝 我就先用張老師的投影片 好 沒關係 我想就先從結論這裡 張老師上課 我請問到他這裡面有一個重要的key words 預測 預測有許多的面向 我們預測民眾的需要 還要預測我們有沒有這樣的財政能力 還要預測我們整個搭環境的走勢 在公共運輸這件事情上 在公共運輸這件事情上 如果說給民眾說我要給你最好的 有沒有是不要的 大概沒有人不要的 最好的 最新的 不過確實就是這個最好的 最新的 到底只是一個假象 或者說我們能夠真正去享用到 他給我們的價值 好 如果回歸到我們談軌道運輸 大多數的民眾 無論是不是臺北 大臺北地區的 到了臺北來的時候 搭乘捷運都會就站 所以我的家鄉也要有 無論我的家鄉在哪裡 所以我在我們系上呢 有提倡一個想法 就是高速鐵路不只是要從高雄的左營延伸到屏東 還應該要到鵝鑾鼻跟燈塔 我們就可以直接到鵝鑾鼻去看燈塔 然後看我們的台灣海峽看太平洋 然後再從鵝鑾鼻的地方轉一個彎 就沿著我們東海岸上來 成為一個環島的高速鐵路 應該沒有人反對吧 只是有人說 我剛剛講反對 講這話莫名其妙了 我剛剛講反對 可是這也是一個我們可以去想像 可以去預測 想像可以 對 所以我們到底 誰敢說我們東部沒有這樣的需求 難道大家不想到我們的東部 東海岸或者我們的後花園去走走嗎 所以有不少的我們的夢想 究竟如何去讓夢想去踏實 未必就是一個方案 最快的路 我們覺得說最快的路其實可能花最久 不要錢的免費的東西 結果可能是最貴的 有很多的事情 我們事後才突然領悟原來是這樣子 所以我想有關預測的地方 我想在學理上來講 預測可以循著過去發展的軌跡 過去的發展的歷史 做一個循序漸進的一個預測 那麼這個預測 如果說只是循序漸進的話 那我們就不需要做預測 只是說這個進展的速度 是不是在比較短的時間內 有一個相同幅度的增加 那麼另外一種的預測 我個人說它是比較是跳躍式的 開創式的 所以當我們在聽到 Promote 軌道建設的時候 往往會有一種說法是 我們這裡需要一個更進階的運輸 更進階的服務 可是說實在的 如果民眾說我們公車就做得好 我們公車就不可以幫 這也是真實的 因為我們怎麼可能讓捷運 讓軌道運輸 在我們都市的許多地方都能夠有路線 都能夠有設在 即使強烈支持 強烈promote軌道運輸的人 也知道這個是做不到的 所以我們還是需要有一個不同層次的運輸方式 讓我們可以終極目標 還是軌道是一個都市的一個努力的方向 只是在適合引進軌道的時候 在這個之前 我們還有沒有一些適當的階段式的 就如同我們上台階要一步一步走 我即使用心一下稍微看一下 兩步走一次 兩階走一次 恐怕我們也很難五階走一次 或者是某些都市說他要三階跳一次 有的都市說他一次要跳五階 這種跳躍式的預測 或者是跳階式的成長 不是不可以 不過我們要先看清楚 這樣的跳躍式的預測 跳躍式的成長 究竟他是在躲避我們現有面臨的課題 不想去面對他 認為說我們不要去看現有的問題 我們只開發新的 我們做一些新的 我們做一些漂亮的 做一些fancy的 就可以掩蓋了我們現在無法解決的問題 是這樣子 或者是我們在現有的問題上 都已經窮盡所能讓現有的問題 都做了相當程度的改善 那麼他仍然有持續進步 但是我們有一個願景要去追求 因此我們需要追求 我們需要有新的服務方式來 所以我想我第一個要表達的就是說 在預測上 預測上是很重要的 不過我們要注意看 他的預測究竟是一個合理性的循環預測 或者他的跳躍式的預測裡面 是為了在迴避 在躲開 或者沒有散盡他在現有問題上的一個該做的努力 我想我第一個要表達的是這個 那麼第二點呢 回歸到 因為剛剛那樣的說法之後 我們就回歸到 張老師告訴我們的 這是一個都市發展或者交通運輸 或者土地使用的人的第一門課 那麼在發展運動 這裡是一個非常關鍵的 非常關鍵的 我個人覺得 不見得每一個台灣地區的民眾 都希望我的家鄉就是台北市這樣的 雖然我有一個開玩笑的話說 全台灣的學生都想進建中 都想進台大 所以全國的高中都叫做建國中學 台南分校 對不對 台東分校 那全國的大學都在台灣嘛 都叫做台灣大學 台南分校 或者宜蘭分校 是不是這樣子 我覺得真的不見得是這樣子 以我在台南 我覺得我們台南大多數的民眾 希望是要有我們古都文化的特質 我們不要像台北 我們不要像台北 我們依然可以做得跟台北一樣的有名 像台北一樣的在世界上的知名 在台灣我們很proud 所以這個都市發展的願景確實是在 這個各個地區是一個非常重要的 那這個都市發展的願景也是需要由民眾的共識 民眾的參與 所以這不是一個 這個當時的一個領導人說了就算 這個領導人他應該是要聽取民眾的共識 民眾的意願之後 用他的魄力 用他的執行力來達到我們民眾共同的意願 所以都市發展的願景 他必然會帶動我們各種的活動和交通運輸需求 好 那麼都市發展的願景如果是某種狀態 那麼他就會有一個對應的恰當的運輸服務的方式 所以究竟是公共運輸的公車階段 或者是公車捷運系統 或者是輕軌 或者是需要大量的高運量的捷運系統 這個就在都市發展的願景上 是一個非常重要的關鍵 我們的oversupply或者undersupply 都會使我們的都市發展的願景 被扭曲或者是無法達到 所以我想我要表達的第二個 就是這個循環的過程中 但是我們維持著我們都市發展的願景 難道就代表了我們這個循環就一次就到這裡嗎 願景不改變 其實不是 我們願景台南的古都 台南的文化 我們讓古都的文化如何更有效的 更精緻的去傳達出去 因此在土地使用或者是服務的供給上 我們要尋求的是更精緻的安排 更貼心的服務 而不見得是大量的 快速的服務 這是我在這個方面提的第二個觀點 第三個觀點我想看到在同影片第10頁的地方 談到了說我們是不是除了說意願之外 還有沒有能力 這個能力在許多分析評估上 還會加上一些項目 張教授這題的 大概是著重在財政面 就是真正cash的 在很多評估分析上還有很多外部的效益 安全的改善 公共運輸 減少了私人自己運輸的使用方式 在安全的效益 那公共運輸有環保的效益 在氣候變遷上我們也帶來一些貢獻 綠色運輸 還有觀光效益 這些都經常是在 說我們有沒有能力帶來這些外部的效益 事實上這些外部的效益 還是要回歸到剛剛張教授提到 有沒有合理的預測這些外部的效益有多大 這些外部的效益有多大 觀光 觀光 觀光還有相互的競爭 很多的都市都在做社區營造 或者是農村改建等等 究竟我們的觀光有沒有帶來多少的效益 所以在能力的部分 我是觀察到說我們還要看到說 許多的評估會把外部的效益加進來 我個人認為外部效益是有的 是需要考量的 可是回歸到 回歸到這個一個比較現實的狀態 這個財政的能力 財政的能力 否則我們現在的財政能力 如果是過度的透支 再有子孫這句話當然大家都明白 可是大家都不承認這件事情會發生會存在 事實上是存在的 所以意願和能力 這兩件事情確實是 確實是我們在考慮公共運輸的一個恰當階段 配合都市發展的一個願景 在各個都市有一個恰當的選擇 恰當的選擇 這個恰當的選擇需要聽在地民眾的聲音 所以這個時候 我們才能夠經過幾次的討論 才能夠得到一個最適合我們這個區域的公共運輸 無論是任何形式的交通運輸的方式 我想我的時間 我的大概就這樣做一個簡單的說明 林祥真教授 還有另外一份的這個補充的說明 我們就把時間交給他 謝謝大家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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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